大家好 这是一台粉丝寄过来的ipad5 也叫 ipad air 因为他现在用法尾手机哦 所以这台ipad的话 他太长时间没用了 然后呢觉得有点卡顿 然后就恢复出厂 所以变成了这个变成了一个id锁 我建议大家如果说家里有苹果设备的 然后呢你又不用苹果设备了 比如说不用苹果手机了 换华为安卓那些手机的话 尽量把这些id能记住的就把它退出了 以防以后会忘记 不好找回来哦 经常有粉丝咨询我说这像这种守住ipad能不能免费有软件操作 要过去正常的使用呢好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 这台ipad5免费白嫖的要过去不发一分钱哦 我们来要过这台 首先的话要过的话要进行对这台ipad进行越狱 你要懂得电脑越狱哦 如果电脑一点知识都不懂的话 我建议不要自己操作 不然的话会觉得 好困难全部都不懂 好 现在我们来开始 先进行这台ipad越狱 越狱完成了 我们插上数据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软件 这个软件的话 去年就有了 但是的话一直不稳定 然后呢 今天他更新了2.0的pro版本 我们来看一下他有具体的有什么功能 他有这个两网要过三网要过 就是手机的哦 还有ipad可以要过 还有无基带可以要过 这功能也是挺强大的哦 我们今天我们选择的是这个ipad要过 我们点ipad 这个也是傻瓜式的哦 我们点上 等他 操作就行了 其他的不用操作哦 一问便偷一个心 一问便失一个人 一尊敏感一尊金 一连弃拒的旅行 你小心 一问便颠倒众生 一问便救一个人 给你拯救的体患 总会再拯救爆人 一问便偷一个心 一问的心 好 现在就成功的要过了这台ipad 5哦 这要过也是挺简单的哦 这软件也是傻瓜式的 然后我们装软件啊 都是能正常使用啊 这个只要不还原某掉数据 不去刷机 一直用着都是正常的哦 重启也是没问题 最人性化的地方还是把这个软件更新 跟这个 还原某掉数据给 屏蔽掉了哦 这样就不会导致以后 自动升级 或者自己不小心还原掉 然后呢 导致他变成又变成了一个激活锁 所以这个软件最完美的地方在这里哦 他自动把这个两个功能给屏蔽了 好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帮忙点赞 关注 转发一下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